Hello, 大家好 我們是GFHK的榜台 又再次來到愛丁堡榜場 因為愛丁堡榜場今天也有一個集會 這個集會就是醫管局員工陣線 醫療業界工會集氣大會 開始時間是7點 現在大會已經播出一個拍攝的影片 在播給演唱的參加者看 這次集會分別會有四個醫療團體 來一起發起 為什麼我還在這裡呢 集會已經開始了 原因是因為今天我們很重視這個集會 亦都是越來越多的有新人加入我們GFHK 所以現在我們也有幾位同事 就是在這個 我的愛丁堡榜場這裡一直直播這個集會 所以我就可以直播一些集會附近的環境給大家看 因為其實除了在這個 我們沒有說場景中央 現在應該聚集了 也有1000人在這裡 來參加這個集會之外 其實在集會的空地的外面 其實也有一些帳篷在這裡 設定了在這裡 而這些帳篷是什麼呢 可以給現場的人 相信應該是一些醫護界的朋友 來立即去申請成為會員 我自己就做急証室 是啦 急証室 無論是怎樣 這裡也是有一些 Liflet 也是歡迎來參加集會的人去拿 以及來即時申請入會 喂喂喂 好 好了 也是有一些員工 是舉起了一些奇設 對現在的情況 會有一些無力感 其實今天我們這麼多 好 另外一個紅色的帳篷 就是香港職業治療師工會 現場他們都在派發一些Liflet 也有一些QR Code OK 在這裡 我們會簡介一下 我們現在這麼多工會的一個狀況 好 好 想問一下 聽著我這個頻道的OKPSHK 我們正在直播 你們聽不聽到聲音呢 如果聽到聲音的話 麻煩可不可以給我一點點訊號 可以留言 一班人是在這個場面去認識 來到這個第三個帳篷 大家都有一個相同的政治人群 希望成立一個工會 希望建立一個平台給會員發聲 還有一個機首員工的一個圓圈 寫著 文物理治療師 還有反應員工的工作上的不公困難 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反抗有理 最近大家會見到 其實QE 就是這個三八年門口 也都見到很多市民 我想要有一個醫護帶的人 來參與今次的訓練 所以我們的公館目標 其實是希望守護醫護專業和病人的權益 現場如果大家 Hello 多謝你 多謝你的回覆 聽得到就最好了 因為我為了 可以做好一點的這個直播 都買了一點點的設備 希望收音好一點 以及買了一個新的穩定器 希望畫面出來的時候是穩定一點的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VSHK這條頻道 大家也可以上我們的網頁 因為我們的網頁呢 你就可以看到我們另外一個同事 就是在直播著台前面的畫面 好了 其實呢 參與今次集會的人 陸陸陸陸陸陸 都是向著這個 愛丁堡廣場的方向 是 進場的 去對抗一些白色恐怖 希望如果 當有這些政治打壓出現的時候 我們可以一起站出來 那麼 我們現在工會的階段 就是已經 已經拿到 正在介紹一下這裡的內容 那 我們可以跟進一下 好了 現場呢 我就找到一位的 香港職業治療師工會的其中一位成員 我們希望去講一下 今次的這個集會 最希望可以做到些什麼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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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今次主要集會 除了聚集大家在 下個星期罷工之前 或者是有些 漏網之餘的 同業未加入工會 可以透過今次這個活動去 加入他們屬於自己專業的工會 另外 除了是爭取我們的五大訴求 或者一些民主的理念之外 其實都是 有一些是 同業的權益都會在 所以希望可以透過今次這個集會 去給大家知道更多 就是陸續越來越多就越好 是 暫時都是數百人左右 是 是 希望陸續透過今次的宣傳 是 希望可以給多些同業知道 是 那有沒有說 接下來這個工會 有沒有說最想做到的 一些 第一個目標 是甚麼 其實社會運動 到現在 都有寫在這個 是 是 好 OK 好 多謝你先 希望呢 越來越多人參與你們這個集會 亦都越來越多參加你們這個工會 希望你們的訴求能夠達到 多謝 謝謝 好了 剛剛訪問完我們其中一位 成員 即是這個工會裏面的成員 那我們呢 就 不如呢 在我這個 那現在 我們登記了會員人數 暫時有100人 都希望在這個大會 希望可能透過在座 如果都有認識到 在本地責業的研究條件 如果你有朋友來的話 都可能 希望你將這個訊息帶給他們 那時間可能闖出一些 那希望 因為我們明天就舉行我們的EGR 會場的中間的幾個幹事會出來 都草滿了人 希望可以順利完成的話 那我們就會正式開始 我們等一下去籌備不同工業行動的一些工作 那講返少少背景 即是 是的 我們希望呢 其實有一個工會 它有一個憲法的基礎 可以提供到一些法律的保障給同工 除此以外呢 其實我們都希望這個工會 可以做得到 有很多人在這裏 例如呢 以前可能有很多的專業的工會 都會去刊登一些聲明 譴責可能是政府 或者可能是 警方運用了某一些不標的武力 可能會危害一些工作的健康安全 例如一些催淚煙 可能它會提供一些燃惡因 會對我們的身體造成一些長久的影響 那延遠治療師覺得呢 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服務的使用者呢 其實是由兩歲去到九十九歲都有的 那由兩歲的初生嬰兒開始 可能有部分嬰兒會有吞嬰的困難 是的 那其實前面這裏的床滿了很多人 另外呢 其實一路圍著愛丁堡廣場的這一處呢 都是遺滿了很多人在這裏 那我想來參與這次集會的市民呢 我相信裏面都會有很多 醫護界的人在這裏 那麽大家都會見到啦 那麽其實除了中央的位置呢 有很多人之外 那麽在這個 IFC那邊的入口會有幾個的長逢呢 是呼籲一些參與的人呢 去登記做這個會員呢 那麽在這個大會堂 旁邊這裏呢 那麽也是有另外一個帳篷在這裏 那麽也可以是方便市民呢 來去登記成為呢 這個的 成為這個工會的一員的 那麽其實呢 那麽在愛丁堡廣場這裏的集會呢 這個節目呢 也都相當豐富 那麽這裏呢 那麽這裏呢 是相當多的人去參與啦 那麽這裏呢 可能這裏呢 就是會是 容納到很多的市民啦 那麽所以呢 那麽呢 那麽很多的集會呢 都會在這個愛丁堡廣場這裏呢 來到去進行的 那麽其實除了 那麽今天啊 其實除了在愛丁堡廣場這裏 有這個醫護界的集氣大會之外呢 其實呢 是在這個大英間的8點鐘 在這個英國領事館那裏呢 都有另外一個集會的 那麽我們的同事啊 台處啊胡椒球呢 那麽都會在那裏呢 是為大家報道的 那麽如果待會也都 是完這裏的集會之後呢 那麽我都會過去呢 去生活它的 那麽其實幾開心的一件事的 那麽就是 那麽就是胡椒球非常之熱血啊 那麽呢 就會是 在這個的 除了在這個英領那裏呢 是去報道在那裏留守的 爭取這個 廢取這個 這個中英聯合聲明的朋友之餘 其實呢 他呢 是身體力含了一份 那麽他呢 是呢 是呢 直接在那裏 在英領那裏呢 那裏呢 那麽 那麽 因爲他的報道的時間 那麽其實呢 是亦都多了呢 或者是多了市民呢 去參與他們這個 胡理Camp 或者是他 胡理Camp 這個活動 就要在這個 登記局去批評 這樣 那麽之後呢 就是收了那個 那麽我們就會再做 俗訪的要求 那麽 那麽 大家對不同的活動都會支持的話 可以多點留意我們PSHK的頻道 今天除了有兩個集會之外 一個就是英國領事館 就由8點鐘開始 而另外一個就是這裡的 愛丁寶廣場這一處 已經開始的這個集會 就是叫做醫館局員工陣線醫療業界的集氣大會 公會集氣大會 那其實呢 明天OK 明天都會有另外的一些活動 其實這個香港社會的日程表都相當之忙 12月12號 就是這個1730 即是5點半 屯門區有個中學生的聯校集會 那就是這個 新和你這個遊樂場的 而同樣都是明天就是612的半週年 齊上齊落集會 那就是這個撤回暴動鼎聲 撤消議事控罪 這個主題就是這個撤回暴動鼎聲 和撤消議事控罪 那也是在明天的同樣的時間 同樣的地方 即是這裡的愛丁寶廣場 7點鐘 來進行這個集會 所以不做了 那明天呢 我們也會有同事在這裡 為大家去做這個直播 那如果大家都去這個612 這個半年的這個集會 已經半年了這個集會 是想這個身體力支持的時候 平日7點鐘 會看到這個愛丁寶廣場 可以參加這個集會 這些工會應該要做的一些權力的爭取 那其實呢 我們都希望可以做得到 那相反再說回歷史 就是因為其實以往是有一個 我華園會裡面就有一個職業治療的分組 那大概因為出現了HA 那所以就其實公務員的 是公務員的職業治療師 他人數就快跌 那現在應該剩下很少 是可以留得回在華園會裡面 那結論其實有絕大部分的職業治療師 其實是沒有這個工來back up他們的 那所以就 好啦 多謝大家繼續收看 PSHK為你們做緊急播的這條頻道 那如果你都覺得我們的報道是好的話 那希望你們多點支持 在我們的專頁上按讚 還有分享我們的頻道出去 那希望你們多點知道 我們這個網台 那我們這個網台呢 所有的記者啊 攝影師啊 食波專啊 那幾個專輯啊 那全部都是中共來的 我們都希望 我們都好愛香港 希望呢 為香港做多一些事情 那就是今次這個 社運啊 反送中的事件 然後更加有我們全世界的祝福 那所以呢 我們都希望呢 可以做多一些 我們現在呢 是用一個關注的模式 非公布的 那過中的原因呢 其實我們已經在 就是在Telebram那裡 大家支持我們 那如果想要介紹更多 或者其實我們想再進一步 有資訊的朋友 我們很歡迎今天 我們Facebook的朋友 可以看到我們這條頻道 那另外呢 記得按讚啦 甚至我們多一些留言的 那無論用什麼模式呢 我們反而有你呢 跟其他醫療界別 以及其他各行業的目標 都是一致的 就是想營造業界手足的力量呢 特別在社運當中呢 增強對極權政權的一個施壓 那其實早起我們 10月中之前的時間呢 我們其實已經聯絡過 現時物理治療界的 兩大組織啦 包括Association和Union 沒錯我們本身是有運人的 那但是呢 登回來的回憶呢 是非常小事 也都沒有一個組織願意去登當一個 在社會當中的角色啦 那所以我們那個人就令起勞做 成立了我們的肯定 He so Resist 那so far到現在呢 就是我們現在 希望能有資訊同學能夠被控制 那我們入了屋的呢 都接近300人了 那作為推動物理治療界 是這場運動走在最前的關注組啦 我們現在Cover是 NGO Private和HA都有啦 當中HA的運動可能接多個 接多一個七成的 那我們在早期的時間呢 就已經有做過一個 就是罷工的意見調查啦 亦都是11月17日和18日 理大一役之中呢 24小時內是拿到過日自白 和你自私的實力 在報告一下啦 不用確定正在處啦 那呢 因為呢 呃 台上的直播呢 也都有我另外的一位同事 在那裏做著的 那我呢 就和大家呢 給其他一些花費給大家看一下啦 那其實大家剛才在畫面上都看到啦 OK 那會有一個 FREE HONG KONG 有一些的市民呢 製造了這個FREE HONG KONG 的 治療在船 OK 製造了我們熱界的聲音 那其實我們說這些 我覺得是比其他前線 即是醫院任何人士呢 是更接觸到 在這場運動手傷中的病人的 那好事就這樣 我自己本身都貼了一個 很多一個有傷 總象下去 根本隻手開始有點萎縮 就是這些開始萎縮 有些是根本已經 印打是施結了的 那其實我們問你治療師 應該很深明這個 那我相信現在就這樣 我目測的話呢 那來參加這次的醫療聯盟 峰會的一個集會 的人數呢 那應該是有幾千的 就這樣我目測的話 也可以說是社會的徹底本 那大家究竟 可否可以拋下我們現在的包袱 為我們上前受傷 我們繼續上前在街頭抗爭的小孩 去做他們的喉盾呢 那最後有一點點想跟大家分享 在這場運動裏面呢 有一句感觸好心的 又或者其實大家都聽到老套了 那每一次的集會呢 我小時候都會有一個虛造的呼聲 那比台上其他人 或者台下那麼多位前輩 我們是相當相當年輕的 即到昨晚我都在想著 我們憑什麼可以代表物理治療 但是我再回想 在這場運動裏面 有幾個小孩可以帶著夫妓 走上街頭 又有幾個政治素人可以帶著信念 跟他三更走進去議會 又有幾多人會想到 六個月後的剛剛那星期日 還可以有八十個人 八十 八十萬人 那我覺得其實是過一百萬的 就是這麼多個人 是可以仍然在街頭抗爭呢 那所以就是說 我們每個人是的確很少 但是我們就是勝在我們夠堅定 我們夠擇善固執 就是無論這個政權 這個警暴問題有多荒誕 我們都不會撐動我們的信念 所以當你覺得有灰機 覺得很累的時候 覺得自己什麼都做不到 那為什麼你不想想 自己其實可以做到什麼 亦都想想自己究竟盡力做到什麼 那這個就是我們兄弟擺山 各自佬的精神 就是各私其職盡力做 那所以 其實剛剛這個講者講得很好 其實有很多市民都以為 自己做到什麼的 其實人都不太一樣 我們香港市民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所以希望現在正在看直播 或者在場 或者現在fine and ship的 任何手足 那例如為你參加這個集會 如果你真是想為這個 從民族更加再出發 那這些都是這個 香港市民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我們今天也都有 我們準備了的poster 之類是可以讓大家 拿回自己的工作地方 去招攬更多的手足 進入我們的組織 那多謝 大家好 我是代表香港製藥及醫療儀器 業界工會籌委的代表 那我叫Clement 那其實我們的業界 這個工會的對象 主要是包括一些藥物 或者醫療儀器的製造商 入口商、批發商 或者是分潮商 即是distributor之類的 那其實藥物和醫療儀器 其實一直在醫療體系 裡面擔當著一個重要的角色 那所以今次我們都會很主動地 跟整個醫療界去 承辦這個活動 那其實我本身是一個藥劑師 但是我就受顧是一間外資的藥創 那所以我就代表這一邊的學業 那有很多人會問 就是為什麼其實我們要搞一個工會 就是如果看回我們製藥 或者醫療儀器業界 我們的工作環境 我們面對的 其實是可能沒有剛才所說 其他醫療界會 和手足他們面對這麼嚴峻 但是我會覺得其實在整個運動裡面 我們是基本上沒有一個職業 是可以避免到去 就是不示了不略了 不去參與 所以我們更加是要出來告訴大家 我們會搞一個工會 是表達我們的聲音 那會說回一點點 就是很多時候都有人問 為什麼搞工會 我通常最簡單的答案 其實我們這些題目上面都說 三個宗旨 第一就是團結業界 第二就是爭取福利 第三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想建設一個民主公義的社會 那這一點是大家都是很尊重去看的 但是其實想深深層 其實我們未必需要想得這麼複雜 就是搞工會 其實很簡單就是 因為現在沒有一個工會 所以我們要搞一個工會 工會對香港人來說 可能比較陌生少少 但是大家留意 其實 大學是社會縮景 大學有學生會 但是其實 為什麼出來打工仔 是沒有一個工會可以代表到呢 那總職和參加工會 其實是法律賦予我們的權利 我們應該更加好好去理用 那其實開頭我們都沒有想過會搞工會 但是過幾兩個月前 其實都在公開裡看到不同業界 都有不同的進展搞工會 那我就想為什麼我的業界沒有呢 那後來我就在公開裡面 就認識了兩三個手足 那由開頭三個人就慢慢開了T2 那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們的Facebook page那裏 那你都會見到8點鐘 OK 那我不會在1,100 很多的 就有零課的 那我們的旅程 但是我會覺得 1,100 其實在這一刻 已經開了Live 那更加重要的 那大家知道其實我們真的是 自己一個 就是大家總是有很多同業 有共同理念 而我之所以會走出來 就是從外面 就是現在外丁堡廣場的這個現場 那有幾位的市民 也都舉起了這個Free Hong Kong的這個詞項 那還有沒有懂這個 港普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 其實一直以來這個運動都是這樣的 不是最需要錢或是資源 當然錢和資源都會重叫 但是一直以來 我們經常聽到的兩個字就是要人 因為會動明其實都是要人的 你親身出來 其實就是一個最大的支持 所以這個是我們其中一個 會想教的一個 好 那我呢就嘗試一下再去另外一個角度 那最後就說一下局募會進度 那其實我們就未正式實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愛丁堡廣場的這個現場 就是正式日子等於 那希望稍後會有更加好的消息 然後我們都很歡迎上一節 道合的同業會去參與 即是一起去反愛港會 那最後就都希望大家 繼續關注我們的TTY的同業會 謝謝 在波士牌過往之前 我們現在很希望呢 在場那邊的朋友呢 可以稍微逐步過去大會堂那邊 那延長的主持人 趙澤文呢 都呼籲呢大家 就是在停車場上面 YiayiIi上 我們就可以職業到 驁能主持人 去這個集會的市民 就可以邁回到外丁堡廣場的空地 對處的空地在這裏 市民亦都非常合作 亦都慢慢移動到集會中心的場地 當然每次的集會都不少見到其中一個主角 就是Visa這個人 每次都見到他 好 那我呢 大會呼籲的來集會的市民 就是去正中間的位置 比較好一點的位置來參與這個集會的同事 OK 那我們也嘗試一下去外圍這裏 看看可不可以找到一個高一點的角度 來讓大家看看現場的環境 參與的人數究竟是有沒有高的 這幾個山城和空會之外 其實我們也希望跟其他有好的聯繫 是結社的同仁的 是去抵抗這次去外圍的集會 那現在我們要請大家去外圍 好 那我也嘗試一下 去回這個的 高一點的位置 高一點的位置 上去這個 停車場上面 那我上去的托士也給大家看看 很漂亮的香港夜景 雖然呢 現在香港人的心情 就未必可以完全投入去享受這個 這麼漂亮的夜景 但我們也要 有時要拋開心情 去感受一下 自己身處在這個這麼漂亮的城市 我還是欣賞它這種美 我先買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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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個 我看一看 我看一看 好了 我現在就在高角度 每個層和聯邦,每個層和聯邦,每個層和聯邦,都直接溝通了 不過我都很激烈的爭執 但我都試著另一個鏡頭去偉解香港 所以說難以為人間白色 沒錯,Vincent,很同意你的說法 外在美是不及香港人的內在美 其實我都覺得在這幾個月以來 大家都完全感受得到 香港人那種愛 人與人之間的愛 那種的關係 那種的無私 完全是可以在這幾個月的事件 比這幾個月的事件完全可以感受到 還有,其實現在呢 大家如果有留意的話 也有很多人也有報道到 其實這個是Time Magazine 這些時代雜誌 我們香港的香港人 香港的抗爭 參與這次抗爭役 都成為了 最後五強 可以成為這個Time Magazine的封面人物 那其實網上也可以去投票的 那其實如果 你還沒去投票的時間 那記得登入這個Time Magazine 你就可以投回自己的票 因為你都是香港人來的 好啦,為你報道 為你做直播的就是 PSHK頻道的 義務攝機場秀 OK,在這個 停車場 OK,中環這個 這個停車場上面 以一個高的角度 俯瞰給大家看一下 在這個愛丁堡廣場集會的情況 好 不辛苦的 OK的 今天的天氣都和暖了很多 OK,所以都不會覺得很冷的 OK,最重要大家支持就可以了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頻道好的話 記得按讚啦 還有分享出去 就可以給更多的市民 和我們世界各地不同的 你的Facebook上面的朋友 可以看到我們的頻道 以及可以看到 香港在發生什麼事 現在的 多謝你,Wincent 外國人的朋友 就是獲得 國人的朋友 我身上可能就是 多一家 無過的生活 但是我們看到 她說 她有家身體 就是 很像是 我們家 我們家 那可能就是 我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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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在看的直播是在外定堡廣場 由醫護界的人員 在四個不同的醫護界的人員 聯合一起去舉行的一個集會 就是醫療聯盟工會 要人 我相信隨著區議會支持民主派的市民 大家都出來投票之後 民主派的議員都大勝 參加自己的大勝 然後下一條的戰線 應該就是明年的立法會選舉 所以現在很多的時事評論員 或者很多關注香港未來的市民 或者工會 都希望不同的界別 都呼籲大家不同的功能組別 都應該去成立這個工會 去爭取投票權 原因就是因為現在的立法會 立法局的議員的選舉 都不是普選 而裡面也會有很多的議席 就是這個功能組別 所以變成在這個不公平 不是真正的雙普選的選舉制度之下 當然就會有不同的戰線 是需要去進行的 其實很多時事評論員都夠說的 當然就是最希望的 可以實踐這個五大訴求裡面的雙普選 大家就會覺得爭取得很成功 但是這個是仍需努力 所以在這個爭取雙普選 還未能夠正式成功的時間 要跟著現在的遊戲規則去參加這個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而其中要去攻堪的就是功能組別 所以要在這個功能組別 能夠真是可以拿到更加多的議席的時間 那是絕對需要成立一些的工會 不同界別都要成立一些的工會 那就可以拿到這個投票的權利 才可以在這個功能組別裡面去投票 那就希望可以更加多的市民 能夠來到 除了在區議會可以發表 投自己的議員的一票之外 也都希望在明年的9月的這個立法會裡面 在這個功能組別裡面 可以投到自己想要選的那位參選人的一票 那這樣東西都很重要 之前也都是在這個中環的華像廣場那邊 也都有很多的廣告界 廣告界的同業 廣告界的朋友 去進行這個集會 那時候他們都是希望能夠做到一些事情 給香港政府知道 其實香港市民是真真正正正想爭取的 就是這個五大訴求的 一件事就是這個真正的上普選 因為當這個由這個區議會到立法會成功 可以做得到爭取得到之後 接下來很大機會的就是這個選這個特首 那當然大家都是想追求 都是一個一人一票全港市民的一人一票這個雙普選 去選出我們的特首 但是如果在現在這個框架選舉 框架底下這1,200票裏面 那我們是需要逐步逐步 香港市民是需要逐步逐步 來去去兇衡 所以很希望能夠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很多事實情報都不可以這麼說 很多香港事物都可以這麼說 互相守好自己的戰線 然後盡一分力就暫力成合 每一個人出一分的力量 加上這個力量是可以很大 可以吸引到全世界的目光 來注視我們香港人 沒錯 我們的台主是胡椒球 他在另外一個集會做直播 那個就是英國領事館 我也有另一部手機去看 看到很多市民是舞動這個英國旗 其實除了美國通過這個人權的民主法案之外 其實歐洲很多國家 就看到已經在準備 我們正在處理這個法案 制裁一班違反人權的人士 香港的高官 警察 就是這樣 而其中一個戰線 就會在英國領事館那裏 都有一個集會 希望能夠英國廢除這個 中國的中英聯合聲明 OK 就是我們世界一班人 都是很白敵的 都是很厲害 都是很厲害 我為自己 即不是一個人的聲音 真的很明白 但是 如果我們這麼多的 不同的可能性 都可以 達出一個 加藝幫會 或者身邊有意的 加藍幫會 石牌幫會 這個力量是不可以不時的 都是一個人的鼓勵力量 所以我希望很多人 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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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加藍幫會 這個建議 同時 我們今天就有一個 基本功力的陣勢 都會有一個生成的高頁 都歡迎 基本功力的職業 可以加藍幫忙 好 多謝大家收看 OK 剛剛進來我們PFHK 這個PageView Channel 的朋友 OK 那你現在看的 就是這個 外定堡廣場的 醫護聯盟的 成立這個工會的集會 現場看到的 我目測大概有 我想會有 千多二千人來參與 今次的集會 其實 挺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 這個社運 來到半年的時間 每一次的集會 都會有很多的市民 出來參與 也都 值得比較開心 值得香的因為 就是每一次的集會 也都是越來越和平 其實現在大家 即是我在這個 公社場上 去目測到的時間 其實都沒有看到任何的 警車 等等 來 在這裡 戒備 等等 因為大家就知道 其實 集會是非常和平 所以近這幾次的集會 都沒有什麼特別快的事情發生 其實也是值得 就是 這個人 都沒有任何人 都沒有任何人 所以 我們就是 在這個集會 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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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有很多的 人 都沒有任何人 都沒有任何人 好 不如我嘗試一下 Zoom in 進去 讓大家看看 效果 如何 先 如果沒有 沒有任何人 都沒有任何人 都沒有任何人 我們都沒有任何人 都沒有任何人 都沒有任何人 我都沒有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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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一下 大家聽得不清楚 會不會很拆的 如果我講話的聲音 會不會很拆的 大家聽得清楚 我相信 如果台上那位 講者講話 都應該有些散散的聲音 原因是因為他們都有點遠 所以 現在散散的聲音 看能不能再放大一點 畫面 可能我們都沒有任何人 都沒有任何人 直至發聲 始終我們都要顧及 我們的公會 和他們同事都面對 但今天 在這個時勢之下 大家組織的公會 大家走得出來的 但是對社會 對政治 有一個同樣的信念 所以我相信 今天大家組織的公會 不如大家會跟著見 和會得到走得更遠的 雖然去公會 一定會給會費 但我看到他們的會賣 300元 都很貴 不過我們想想 因為TG都500元 那大家拿300元出來 買一個保險 不是我們都知道 反應 其實是很便宜的事 我看到有人被生氣的標誌 不知道你為甚麼事 要被生氣呢 是為了聲音 不要緊的 如果你覺得 我這條頻道 這個頻道 轉播得不太清楚 不要緊 因為我們有另外一位同事 在我們Page上 在另外一條頻道 他在台前 他收的聲音 會清晰很多 如果你想聽清楚 大會內容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的頻道 因為我們有同事的直播就可以了 而我希望在不同的角度 轉播給大家看看 現場的環境 究竟是怎樣 其實在這麼漂亮的環境下 來到集會 都很開心 香港真的很漂亮 每次我來到這裏都是這樣 都忍不住要這樣說 我相信已經是有些事情發生在身上 我都知道 當來一個人跟你的上司 都知道本地產一起去鬥爭 去相處都是很困難的 其實幾個工業 工業都要抵抗真做人 例如當員工和他的層樓 或者他的上司 在一種不得的時候 在一個職場 或者在一個職場 用他幫忙一些待遇 才可以待遇到員工 現在事實上 工業的工業 才可以在這裏聽 這個心靈的支持 想出聲 如果員工都聽不到聲 無主意 工業都不可以幫助 好 我在這裏 都佔了一段時間 都轉一下位置 OK 大家繼續去看看 今次外定寶廣場的醫療聯盟工會 這個集氣大會 OK 不同角度的情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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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們轉一下第一個位置 先看看香港多美 好 找個靈位拍照 其實如果大家喜歡拍照的話 OK 香港夜景這一處呢 即是這個停車場 頂樓上面 OK 這個位置 拍夜景都非常之美 非常不錯 好 好 所以有機會呢 也都是跟前線 可能這個部會要援手對抗這些事情 好 而有得公會呢 我們希望公會呢 亦都可以入到去 延估那個架構營會發聲 那在延估那個架構之下 有甚麼台路都可以發聲 很大意見呢 就是延估各級的延估委員會 這個延估委員會呢 其實都是有這種不同的 就大家講 如你飛完呢 他又不用看你的故事 不過 那是一個機會呢 你直接私事講的 或者留意 有機會直接我們想直接講的 講的東西呢 亦都做呢 又有一個致備錄 那所有人都可以參與的 那這個公會怎樣才可以 由內部進入公會 各級的延估委員會呢 那不同界面的延估委員會呢 當然可以是直選入去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你的公會 在那個界面的會員人數 有那個界面的總人數20% 那你就 大家都見到的 現場的醫護界的人 一直都很努力 是很興奮你的牌 是叫人家加入這個公會 理解的 其實現在呢 都有一些的代表在的 那就看一下你 你認為 他究竟 真的在這麼多年代 不代表到你 就著你的界面的議題 和你的待遇 你的福利法 不代表到的意見 如果你認為 這些比較老牌的組織 以往代表不到你呢 那你們大家就要努力 快些加入這個新的公會 讓他們呢 救人數呢 可以入到這個協商委員會 去幫到你們發聲 那其實就 在這個公會裏面呢 也都因為 如果你有公會的名銜呢 其實就可以 就著我們香港 這個醫療的事業 醫療的服務的發展 和公共衛生的發展 就會有一個代議士的聲音 那其實無論媒體啊 市民啊 甚至立法局那些 都議員 都會去聽你的意見 那當然啦 在這個時勢呢 我們當然都會想啦 每一個工會呢 都有權呢 投一票 就是這個勞工界別 拿兩個立法局議員的票的 那很多年勞工界別的立法局議員呢 都是好像工聯會 那我們還想不想 我們接下來 下一個立法局的勞工界別 還是專門出賣工人的公園會議員 繼續擔任呢 如果你們不想的話呢 那希望你們都快些 參加你們的公會 那也都希望你們公會呢 在四月之前呢 能夠拿到可以是 投票於勞工界別的資格啦 那樣呢 因為呢 那裏是說的是 有兩個的立法局議員 是在我們各個工會那裏 是可以投出來的 那但是呢 就 我們講工會有那麽多用途啦 那作為一個工會領袖 或者現在在台下 剛才一班製造 即製造勞工會的年輕的同事 那我都要和你們講一講 你有那麽大的好處啦 有那麽大的權力啦 那你也都要理解呢 就是你的員工呢 會對你有什麽期望的 那麽其實就 員工一向對工會 第一 因為保護啦 我出事的時候 你保護到我啦 第二呢 亦都希望工會呢 幫他爭取到多點福利啦 那這件事呢 都是不容易的 因爲呢 就 香港的勞工法例呢 都是對工會給到的權 是很少的 那麽我們呢 在很多 即就算是醫管局 那個規例之下 工會呢 例如我們一直都講 其實我們講的 醫管局決策的地方呢 就是醫管局的大會 即是Directory Board Directory Board呢 其實基本上已經有幾年 都沒有 其實從來都沒有前線的員工呢 就是在裏面有代表的啦 以往呢 在醫生界別呢 都有我們的立法局議員 和代表的 但現在呢 都沒有的啦 現在在Directory Board有什麽呢 有親政府 有糧粉的 有商家 有政府官員 有政府的常備 但是呢 已經有大學教授 但是已經再沒有我們前線 甚至員工的聲音 也都沒有風會代表在裏 他就是主宰著整個HA的發展 怎麽用錢 鄧知乎 為什麽彭先生要出封信呢 都可能 Directory Board的意見是有關系的 所以我們亦都要想下 怎麽去爭取我們的聲音 可以入回醫管局的大會那裏呢 另外呢 即是在這個時候呢 大家組織這麽多高聯 其實呢 市民大眾 就算不是我們這個界別的人呢 都會是對我們有期望的 希望我們這些各類的醫療工會 會為我們的香港醫療服務發聲 也都呢 我們因為是工會 也都希望呢 我們為整個香港的工運 工人權益 要發聲 因為我們現在香港 暫時的工人權益 是很牽可 很少的 我們的集體談判權 其實都是有牽可 我們更加沒有一個罷工 或者的權利的 而一個僱主呢 要解僱你呢 現在的權力 它們都是很大的 那我們呢 可能要聯合社會上面 其他新的工會 一起去爭取 怎麽樣改善 完善我們的勞工法例 那但是呢 做工會呢 是會遇到很多困難的 那我自己都做了幾年的工會 也都做了幾個月的會長 很坦白和你講 第一呢 和你的會員和員工 溝通呢 已經不是容易的了 那HAA呢 經常都會傳很多 員工email 給你們所有人的 所有 就是他就很容易 發一封email 給你們所有人 但是呢 到現在呢 工會呢 都是無權 用HA的email 去傳一個 mask mail 給你的 譬如說你的職系的同事 譬如我 作為一個醫生工會呢 我都是不可以 用一個HA的email 拿一個mask 給我的會員 我醫生的同事的 暫時我們都是沒有這個權限的 那所以呢 你要自己想你的方法 如何保持著 和你的員工溝通 寫交的平台 網上的平台 各樣東西 那另外呢 就是 我剛才都說了 你們現在是一個新的工會 那你們裏面是跨界別 但是你們原有的界別裏面呢 他們已經有一些很長久歷史的工會 很明顯呢 這些工會的背景 和他們的意念呢 和你們都很不一樣的 那你們一搶了別人的地球呢 那這樣就一定會是有機會 有一些阻力的了 那所以呢 大家都要想一下 如何和他們溝通和協調 那另外最難的當然當然 是和我們的管理層和高層溝通 甚至乎和我們政府官員溝通 很有耐性 他和你們和大家想法的方法 非常之不一樣的 看問題都很不一樣的 可能你是要和他講很多很多次 他才會聽到 聽到這個問題未必會做的 那另外就是說 當剛才我都聽到啦 界別工會呢 都是希望在社會上走得更加前 為社會公義發聲 那但是呢 當你走得前的時候呢 就會開始有很多攻擊了 正如我都看到 好像這個新的醫管局 即是員工陣線他們的網站 都會有些五毛去騷擾啦 那麼我們 即是公共醫生協會的網站 都經常如是這樣 那麼 而每一次你發表一個言論 都有一些組織 又會是和你打對台 那麼這些 也都現在今時今日 最喜歡大家講的就是 黑衣黑護啦 那其實都是令人很不開心 但是呢 這些這樣的抹黑呢 也都是會不斷地發生 那麼大家呢 那麼大家呢 繼續向前走呢 都要有這個心理準備的 那麼最後呢 我想呢 用 阿智成年主教啦 香港天主教區副理主教呢 在五月份 唯一一個中國教會 祈禱會裡面 一番說話呢 總結我今日的講話啦 那夏主教呢 我一人就這樣講的 說話可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在指鹿為馬的風氣裡面 維護真理 在吹嚴附勢的續浪中 堅守立場 在異言日罪的威脅下 爭取公義 這些都是毫不容易的事 需要莫大的勇氣 定力稍順的人 就會隨波逐流 日運逸運 為自己 找一個安全的地方 免造出頭料 以身犯險 另外有一些人 會阻顧而言 避重就輕 說一些無關痛養的說話 如果可以 更加會選擇收聲 特行沉默是今 免得說多錯多 惹想麻煩 那主教這番話呢 其實就在我這幾個月的會長生涯 我都不斷就是名記住的 那我覺得呢 來緊這麼多個新的工會 你們的主席啦 你們的籌委啦 都要記掛著這番話 記住呢 我們要維護真理 堅守立場 登取公義 那我們可以辜負了 在這個香港這麼重要的時代 我們有這個這麼重要的職位 可以做到的事 那我今天要說的是這麼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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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他一些工會的經歷 接下來其實除了我們醫療界別之外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到這場運動裡面 我們有一些很堅實的夥伴 就是一班社工 他們不惜為一些前線的小朋友 走到很前也都是受到警暴的影響 接下來我們有請香港社會工作者 總工會理事陳紅壽 和社福界罷工委員會籌委Vincent發言 大家好 大家好 謝謝大家 我想今天也是一個互相打氣的時候 我想大家一會兒都會說一說我們社福界下個禮拜的行動 但是今天上台都是想 我叫Jacky 不好意思 忘記介紹自己 我想先說一說 剛才都聽到了 其實除了一位小社工之外 其實在四年前的雨傘 都因為經歷了一些事件 令到我會發現 我自己是需要透過工會 加入工會 兼職做義工的工作 才可以改變社福界的生態環境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 其實社福界在二千年 在南鄭和羅志光的魔爪底下 令到我們率先成為第一個整不過獨管 即是受害者 其實這個狀況 我們知道 政府一直都很想向醫管獨 和教育界去施治這個魔爪 但因為有社福界的前虛可減 令到大家到阿拉班 其實這是一個很危險的獨管機制 那到今天呢 其實社福界一直都受著 政府不同的方法去制肘 令到我們今天社工 就算我們面對不公平的事 我們想走出來 其實都受到很大的壓力 很多同工呢 其實是不敢露面在公眾場合 因為當今如果只是露了面 其實他的工作是會受到影響的 包括機構可能未必敢平容他 包括可能很多人會給他壓力 特別是社福界 因為很多首都機構呢 都是有個理事業 而理事業裡面呢 有很多不同的陣營 會給一些壓力的管理層 令到他們可能呢 不敢去給一些同工 去做一些我們俗稱所謂的 我們捍衛公義 或者是促進社會 是可以是更加美好的事情 所以今次在運動當中呢 其實很多同工在不同位置 那只不過傳媒社展功能 其實我想說 有很多很多的同工 其實在不同的崗位呢 都不是監獄 包括有很多是警署支援 是幾日都不停去警署 空宵特洞去支援一些被捕者的家屬 有很多同工透過不同的方法 是可以做一些副導工作 那當然呢 都有一班是 成立了可能只有半年度的陣地社工 在前線都見到很多不同的狀況 那其實在我自己過往都有一些成就 是非常奮怒的 就是很多時候是見到呢 那些警方呢 幫他們去拘捕了一些的市民 或者年輕人呢 其實已經夠了 但是真是我們親眼見到 監獄在那裡提 有時候就算我們開咪去講 叫他們制止 都要一會兒才提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都很慶幸的 就是香港的醫護界 是我們最後的後庭 就是令到一班的 年輕人都受傷的市民呢 是可以得到的 但是很可惜的情況就是 我有很多個場合 譬如在現場呢 當見到那些市民走得慢些 跌倒在地上 譬如可能口中了催淚彈 跟著我們大聲叫他們去 去上救護車的 無論我們怎樣講都好 我們叫了救護車 叫了救護車 他都不讓他們上救護車 這件事是 我當時就算是時候都說 我要保持冷靜 但是我都沒辦法 為什麼一個受傷的人 保不可以得到 基本人道的支援呢 當時我有講的 無論是警察受傷也好 或者市民受傷也好 因為最基本的人道立場 是不是應該先救急盤呢 這個也是你們在場 這麼多位醫護界 很重要的地方就是 亦都是令到人尊敬的地方 就是 你們無論是甚麼政治立場 你們都會去救援他們 但是為什麼警察在這個地方 這個部分 他們不能做到呢 當然也不要計算在警署 我見到很多受傷的被告者 其實他們不是立即被送 或被預料 這都是令到我們很期待的 好 大家好 我們跨界別抗爭籌備組的 Winston 同時也是 社福界法官委員會的成員 我們之前跨界別抗爭籌備組 就在92號和3號的時候 曾經在天馬那裏 搞過一個辦公集會 有搞過928的連儂之路 甚至是10月至11月的時候 有網上全民300的民權調查 大家 我們來到這一天 其實抗爭已經半年了 半年的時間 我們的五大訴求 仍然是未能落實的 這個政權 其實它網上可以用警暴 或者制度暴力 去令到香港人民再出來 令到香港人萎縮 但是在這個時候 香港人展現了很堅毅的精神 香港人我們很明白 就算這個制度有幾個暴力 幾個恐怖都好 我們一定會堅持到底 特別當在五大訴求裡面 其中一項真普選 真相普選 其實 真相普選 在2008年的時候 香港人應該是要擁有 我們認為 這個選舉權 和被選舉權 是基本的人權之一 我們深深地體會到 22年 在香港 不同的共產黨 陰典的特首下 已經出現了不同的制度 不論是董建華時期的 23條 寄圖更加立法 登任權時期的 超錯政改 梁振英時期的 831人大決定 直到林鄭月娥上司 強推這個送中惡法 我們深深地明白到 缺乏真正完全沒有篩選的選舉 和被選舉權 是說 香港人 是不會有真正的民主和人 因為這個政權 是不需要對香港人而責任的 我們其實一直都已經明白到 抗爭半年以來 只是和平遊行和集會 是不能夠令政府 回應五大訴求 所以我們其實是有必要 一直一直這樣升級 在9293的時候 我們社福界曾經聯同 超過30個界別 在天馬那裏做過 9293的罷工集會 在這場運動半年以來 也都最少出現過 6、7次罷工的接種 但是我們深深地明白到 原來三罷是極度困難的 每一次當大家罷得成功的時候 就是當香港出現嚴重危難 甚至是有手足 因為這樣而過身 大家是罷得成的 這個是我們認為是屬於 情緒的罷工 沒錯 情緒的罷工 那一天 那幾天 甚至是一個禮拜 大家是可以罷得成的 但是就做不到歷史上面三罷 透過完全抽取勞動力 去癱瘓一個城市的所有系統 包括經濟 包括銀 包括航空 運輸蛋白 所以我們是有需要正視 和處理這個理性的罷工問題 那Winston講開三罷 我最後要講一講一個 我都不知道是否叫笑話 我記得我在被捕期間 有個警察跟我說 其實你們搞什麼和平遊行 示威就好 搞什麼島路 搞什麼破壞 那我就跟他說 我說一百萬遊行又沒有用 二百萬人遊行又沒有用 我以前做銀行社的 那以前那些小朋友做錯事 或者是去搗蛋 偷東西 打架 我會說 無論你家裡經理做什麼 無論你被家人去對待 因為很多都可能來自破碎 或者困難家庭 那你都有其他選擇 是否一定要去做偷惹 惡玩 打架 同學 罵人 罵架之類的 但我說到今天 那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給什麼 建議 一幫前線 民輕人 他們可以有什麼選擇 讓政府去聽他們 說 不如你告訴我 有什麼可以做 然後這位警察就靜了 他回答我 當很多人 經常說 你不應該這樣 你不應該這樣 那時候 那我就說 可以怎樣 到這一刻 在報連之前 我都沒想過會罷工 沒想過社福界罷工 其實公共服務界 要罷工是很困難的 社福界要罷工 真的很困難 因為我們也有很多危機 緊急公務 我們也有很多 照會型的衍生局 有很多個公務 都很需要我們 不同的 方位的同事去幫忙 但是我們去到這一刻 為什麼社福界 不僅會發動 警告式的 三日罷工 都是說 因為我們八國 不對勁了 再這樣下去 會有很多年輕人犧牲 有很多人會覺得 沒有希望 都沒有人做 不如我們去做 大家要記住 年輕人 他們沒有包袱 他們可以走到很遲 但這個不是我們想看到的 昨晚我聽《孤星女》 大部有一班樂團 在唱《孤星》 裡面真的很寫字 我們不希望 要靠年輕人去送頭 去為香港犧牲 那我們是不是有些事可以做 我會知道 罷工對香港來說 不是容易發生的事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包袱 有自己的經濟壓力 在香港很多人都是扭龍 要教授 還有很多的家庭的重担 但去到今時今日 我都不知道 如果我真的沒有了份工 然後怎樣照顧我家 但是 看著眼前的情況 是否都要嘗試做些事 從以前我們 沒有很多人不會出來遊行 到現在 沒有很多人都可以 有很多人出來遊行 罷工都是 我們不嘗試 怎知道我們的底線 可以去到地上 但是又怎樣開始 是總要有人去嘗試 所以我相信 可能對醫護界來說 一樣罷工很困難 因為你也有很多人去照顧 但是等於不可能 那這樣就要靠你們去再想 未來怎樣去走 怎樣去想 因為我想這場是長期抗爭 不會是說一日兩日可以連結 而事實上對香港人來說 或者對中共來說 他們最怕的就是連結 兄弟爬山 各自努力 最正的地方 不是真的國故國 而是大家雖然是有不同的模式 不同的抗爭手法 但是大家是彼此連結 大家是彼此屬人 大家亦都是彼此提典 彼此知名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對中共來說 為什麼要這麼多白色恐怖 分霸統戰 就是因為他們不想我們連結 工會 又可以將我們所有人連結在一起 無論是不同的行業的工會 或者是不同的機構公司的工會 都可以將我們連結在一起 只有連結的力量 才可以令到我們知道 未來怎麼走下去 沒錯 其實工會是可以解決到 其中一個理性罷工最大的信心問題 工會可以提供一個 大家共同進退的制度 亦都可以籌造一個罷工基金 甚至是聯合其他的工會 做一個聯合罷工的基金 可以支援罷工的手足 他們生活上面 或者是 擺工的時候遇到的法律上面 金錢上面的需要 事實上我都想說 自從我想很多前世的 在這個直播 一個長話以來 我們都看到 OK 現場是很溫暖 在這裡派發這個糖水 和一些食物 很厲害 OK OK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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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溫暖的一種感覺 好香啊 聞到也好香啊 造成今天的力量 但是這份力量 怎麼再不做呢 非常重要 是 在這裡也要說一說 為什麼我們 不過這個也是 香港人的習慣 是不是 都是先手機吃 哈哈 好了 在我這條頻道 我們播了一支花水 給大家看 所以 現場呢 是有 工作人員 是 派發一些食物 OK 來給現場 參加集會的朋友 是不可以的 但是 以工會的身份 搭給所有人 其實假設 是有可能的 說一下好不好吃呢 很好吃 很好吃 哈哈 兩隻手指公 我不敢拍你 所以看不到 你要說出來才可以 是非常好吃 是非常好吃 是很窩心 沒錯 這個真的很棒 很窩心 好啦 我們呢 不如呢 跟著這兩位 OK 為大家 傳遞這個食物的 OK 這位參與者 覺得好吃嗎 很漂亮 還有 又看得又吃得 很有心思 OK 相當健康 OK 好 謝謝 好 好 我們很明白 組織這個工會的需要 但是在這段時間 並不可能沒有這個行業抗爭 我們社福界 接下來 會在12月17號至19號 即下星期二 至到星期四 會行三天的警告式罷工 很多市民都很客氣的 OK 留給更加有需要的人 哈哈哈哈 OK 好 我先插一支咪 好快已經派了很多了 我們前往上 大家拍攝 我們前往上 還想拿一支咪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 不用猶豫 可不可以說一下 我剛才聽到你說 這兩碗食物的成分 是不是黑日期用了什麼 香港的 其實是薑和番薯都是本地種的 番薯就是平邪一個農場那裡種 剛才我們還派了其他東西 其實都是新界東北不同的地方的農產 其實在香港如果能夠吃本地的菜 是最好的 即是有機的 有機之餘 其實有些不是叫做有機的 是有線耕種 有線耕種 大家很多時候以為有機一定是最好 但其實有些是 例如他自己家裡有對肥 他那些叫做有線耕種 或者那個農夫我們跟他很熟 知道他是怎麼種 知道他是什麼人 其實就不同 在外地裡 好 還有跟著的季節 可以吃不同的東西 好 所以兩位就趁熱吃 不要客氣 很有愛的 試一碗 對 不要客氣 沒有客氣 不要客氣 一邊拍照 那裡有沒有車可以放回去那邊 那可以試一口 我也想聽一下你的感受 試一下 我剛剛聞到很香 對 聞到也很香 很香 薑味也很濃 即是很夠薑 很夠薑 香港人是很夠薑的 近些半年來 從來都沒有發覺香港人是這麼夠薑的 香港人真的很厲害 都挺突然的 無緣無故有人請我們吃這碗 我覺得挺開心 挺有人情味 OK 特別溫暖 是 OK 多謝你 OK 剛剛訪問了 OK 派發溫暖的糖水的義工 OK 還有 有吃到 嘗試糖水的現場參與的朋友 他們的食品 OK 大家都讚不絕口 好了 現場我都看到有幾位市民 都在嘗試吃現場派發的食物 OK 好 嘗試了嗎 嘗試一下 OK 說兩句 這位 是什麼餅來的呢 不知道 裡面有些什麼 放下一點 就拍到了 裡面有很多蔬菜 OK 都是香港 剛才的義工所說 這些蔬菜都是在香港種的 OK 這位先生 我看到你吃了 那個感覺是怎樣 挺好吃 挺嫩 很嫩 特別溫暖 這位先生也是在喝一碗番薯糖水 是 剛才那位說很夠薑 你覺得夠不夠薑 都挺薑 是 是 OK 那夠薑好了 好 那繼續到處走一趟 好 我們來到這輛線食車 大家都是一個 的 在這個集會裡面 可以看到一些 不同的畫面 也是 相當溫暖的畫面 哎 you sorry 下午便會回香港 所有機會 大家都會見到我們 我們會希望 和大家聯結 解釋法 不重要性 29度 我們會拿一個 香港人權 白岸請願遊行 在下午兩點 有灣仔黨灣道 黨灣中心 起行 是會抗港車 的使用 來到這裏 就更加感受到那種的溫暖 我剛才訪問了參與集會的一些市民 他們的反應都說 這個番薯糖水很夠薑 是很夠薑 大家感受到那種溫暖 它是因為用了本地的番薯 用了本地的番薯 本地的薑 是 可以試一下 這個擺來 這個擺來 香港人吃本地的 哈哈 香港人吃本地的 是 Sand with Hong Kong Sand with Hong Kong Sand with Hong Kong 那你見到這些番薯呢 我們是連著皮 哦 這些番薯呢 是很健康的番薯 它沒有下農藥去種的 所以 可以很放心 連著皮去吃 OK 皮是很有營養的 嗯 所以呢 支持這個擺增活動 來參加這個集會 都是非常之好的 OK 今次這個集會 有另一個風屋來的 就是 有這個番薯糖水吃 哈哈哈 也有一個餡餅 有製造的 對嗎 是有製造餡餅的過程 OK 我們的沙律菜 還有 這個餅我們今早做 噢 這個餅也是今早做 可以去看看 好啊 OK 我嘗試一下 另外一個角度 去看看 現場 是製造的 這個餡餅 OK 好了 這位先生 他正在切餡餅 是製造的 而另外那位小姐呢 他就在這裏 把這個很有營養的 這個香港的蔬菜 再塗一些的果醬 OK 就放入這個餡餅裏面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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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得到 現場的市民一致好評 好啦 那我來到這裏 OK 看看 是洛晨花像 洛晨花像 洛晨花像 洛晨花是很有益的 多謝 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會在這個 醫護的集會 去派發有機的食物給參與集會的市民 其實我們一班朋友就因為認識一些本地的農夫 就覺得很想香港人可以吃到本地菜 當我們現在都在尋找香港獨特的文化身份的時候 其實本地的農業不可以缺席 所以就很想來到這裏跟大家分享 亦都是發出一個訊息給香港市民 除了這麼長的抗爭之外 亦都需要一個健康的身體 期待支持著 好 多謝你 好了 現場呢 都在派發 也有很多市民都有拿來吃 組織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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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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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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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會有請一些職工民的朋友分享一下 有請職工民的統籌幹事陳超衛先生 以及醫管局職工總會總管事員 這輛快餐車也吸引到一些市民來拍照 拍得他們做的事 其實剛才的餡餅的色彩都很漂亮 我們是職工民的其中一個工會 我們的工會也成立了一段時間 這張是我們工會的習慣 我們工會的標課裏面有兩句說話 就是要公平反犀禮 我們工會之所以成立是因為我們 面對很多HA的同事 是正面對職場機 好 二場二工他很努力 他在不斷地做餡餅出來 是派發給市民吃的 好 我們就看看 這麼漂亮的香港夜景 我們職場是沒有公共的 沒有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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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職場 他一個人的連累 他想找到工會的幹事 找到理事 去陪著他 一起發言 有些慶重的發言 這些都是不斷地的 所以你看看 那個制度上已經 令到一些無勢的員工 是處於一個很艱難的處境 我們看到很多平時 他們的SDR 每天都有 是變成一種 變成一種 是 我們去一下另外一邊 雖然我另外一條線的同事 都在這裏 如果你是被針對 主要是用SDR和K0 有一個合約的同事 現場看到市民在吃 剛才的義工所派出的 一些香港蔬菜 的餡餅 和這個糖水 大家都很滿足 都佈著一個面露笑容 現場也有來參與集會的市民 也來到他們的單位 在這裏呢 來加入這個公會的現場 去加入這個公會 即是我們看到 基層的意思也有 意思也有 但是 20 我們都看到 現場是在2023 就是不讓你去考專業 不去移職 然後 批你去現場的主播資格 就因為那個 長屍不喜歡你 所以那個街會 放立即的 員工 都是面具這些職場 機靈的問題 所以我們先前有這個公會 剛才我們也看到 很多公會都分享 基本上都會放到這個公會 那我們是會 公開公會 其實香港 講清楚那句 真的很需要這個公會 就是我們 因為我們可以在 有很多外國的公會 在大家合作去 去做公會 這個力量 會長大很多 尤其是高層 是完全不珍惜這件事 每年這麼多員工 香港的 他們繼續不去正視 的問題 有些同事說 有時候不是人工的問題 亦覺得 被人欺負到沒有尊嚴 或者欺負到 要看精神科 要看心靈六周 這些都是 HA高層 我們又來台的另一邊 欺凌 不單是發生在職場上 我們都看到 這個政權 對香港市民的欺凌 他們 那些警察 他們是市民所供養 這班官員 亦都是 他們每一分 每一行的人工 都是市民 在座各位去供養他們的 但是他怎麼欺凌市民呢? 你說要獨立調查 他就說不肯 他只會說 示威者有多暴力 當一講到警察暴力的時候 他就說 我們是不會獨立調查的 說阿仁又有口 要他調查自己 繼續拒絕 跟著那些官員 陳肇始 是很令人沮喪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們香港的醫療衛生交會 這個局長 有什麼後果 他可以說 不能夠公佈 這些催淚氣體的成分 因為影響這個警方的執法 大哥你究竟是 出現哪一個人的糧 這個香港的政府 這班的權貴 就是不斷地 欺凌香港的市民 他們 無論民亡 多麼低殘 評分多麼低 都繼續賴死不走 林鄭月娥是這樣 那個鄭若驊也是這樣 全部人 都在吸香港人的血 浪費香港人的血 這些是很可恥的 我們很多手足 是在 勇勢在這個前線 做了很大的犧牲 剛才陳鴻秀都說得對 我們這些成年人 我們雖然在打工 但我們相信 工會 是有改變政治制度的力量 其中一個例子 就是南韓 南韓之前的總統 韓國的總工會 逼到下台 韓國的民主化 我們見到 韓國工會 是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心血 由江州事件 到1987的 逆權公民 大家看他們出電影 工會 或者勞動階層 都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是推進這個歷史 南韓人 做得到 我們香港人 一樣做得到 多謝大家 光復香港 自在鴻秀 光復香港 自在鴻秀 交給陳超偉 各位大家好 我們職工盟的統治幹事 陳超偉 首先要感謝幾個新工會 今晚搞了這次集會 要感謝各位 參加這次集會的香港人 我們的 呼求仍然會堅持 我們會 繼續抗爭下去 今天呢 我是被邀請你們 講一下 一些從工會權利相關的法例 因為 大家可能都會知道 現在是 有很多不同行業的工友 不同行業的手足 都是在搞工會 所以呢 也都會希望大家 香港人一起去參加 自己的工會 去參加 屬於自己行業的工會 那 在這個過程裏面 其實都需要認識一下 法例對於工會權利的保障 或者是 不保障 那樣 所以今晚呢 希望呢 花一點時間呢 給大家有一個 很拖過的認識 因為我講的東西呢 都比較技術性一點 所以要 看一下稿 去時呢 令到大家呢 是掌握錯了 那樣 那我首先呢 會想和大家呢 去講一個 真日真事 即一中 因為這個真人真事 而引起的法庭訴訟 和法庭的判決 就相信是有助大家去理解呢 香港熱行法 對於工會權利的保障 是去到什麼程度 在2000年 都很久以前了 差不多19年前 在2007月呢 香港航空機組人員協會 其實就是國泰航空的機師 所組成的工會呢 他們投票了通過法 是一個叫做 遵守合約行動 那這個工會呢 其實是用英文的名字 這個行動就叫 Contract Compliance Rejuice 即是呢 大概就說 我們機師做事呢 是跟足那個 Contract去做的 這樣 不會做多 那其實是一種 工業行動的形式來的 他是鼓勵那些會員呢 去遵守合約裏面 對於休息時間 後命時間 和飛行前呢 喂喂 飛行前的安檢時間等規定 不要接受管理層任何 喂喂 不要接受管理層任何 導致員工休息時間不足 和是 綁固飛行安全的要求 喂喂 那就是其中一種呢 工業行動 抗命的行動來的 那去到2001年的6月20日呢 這個 航空機組人員協會呢 就召開了一個緊急的會員大會 大比數通過了呢 會在當年的7月3日呢 發起一個案章工作的行動 那呢 去到6月30日呢 勞資雙方談判就破例了 國泰資方呢 就立即採取行動 成立一個叫做機師檢討小組 聽過名字都知道不是好事啦 制定了一份呢 打擊清單 即是說呢 是要打擊那些參與工業行動的機師 結果呢 去到7月9日和11日呢 國泰資方呢 以一個都相當卑劣的手段 給了三個月的代通資金的補償呢 就即時解僱了49位機師 二次之後呢 這班機師就展開了一個 漫長和艱辛的法律抗爭旅途 直到去2009年11月 即是都是隔了八年左右 在高等法院呢 就裁定了國泰解僱這49名的機師呢 的打壓工會行動 是屬於歧視職工會的 不合法解僱行為 但是呢 故事是沒有那麼快完結的 手握數據額資本的國泰航空呢 去不甘心成為香港歷史上 因為歧視工會 而要向受購員工 作出最巨額賠償的僱主 無礙僱主啦 那他就怎樣呢 花費呢 繼續花費龐大的法律資源呢 是上訴到底 更加荒謬的是什麼呢 更加荒謬就是國泰他上訴的理由 我想呢 那些稍有傳視的人呢 都會想到會有這個理由 他説什麼呢 他説工業行動 並非受到法律所保障的工會活動 大家覺得工業行動 是不是應該受到保障的工會活動呢 是 好啦 收到外長的分數 那外町報廣場這裏呢 就留給我同事繼續看書 為大家報道 那我呢 就會 可以在外町報廣場這裏的直播呢 就在到此為止了 那我先去第二個箭先 那 那我呢 我今天呢 想說的呢 就不是說要提醒大家 拜拜 待會再見 國泰呢